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部分时候为了谋生除了电影剧情片之外 然后拍剧情片之外 然后其实也是在拍广告啦等等 那开始接触纪录片一开始我觉得我的脉络也是非常非常的自然 就是从一些不管是国家地理频道或者discovery 或者开始看到很多很多的比较热血啦 励志啦 然后试图想把纪录片剧情画的一些纪录片 对 那个也是我接触纪录片的开始 那如果一旦你想把纪录片剧情画的时候 就很容易进入一种三幕剧的思考 那个三幕剧的思考就包含那个 就当然是角色到底遇到了什么东西的状态 让你要参与或同情 然后接着他遇到什么这个状态要怎么解决 他解决之后他的下一阶段是什么等等 对 一开始也是这样子去思考一个纪录片 对 但是拍了几年之后 其实我后来发现纪录片最大的特质 就是创作者与被设者之间 或者创作者与题材之间 其实是保有一个未知的 你并不是真的了解这个人 并不太了解他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或者这件事情最后会变成怎么样 其实你都是没有把握 你都不知道 但是你得回过头来问自己说 但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特质 吸引你要花时间去拍他 这个常会花很大很大的力气 对 所以我没有刻意想要逃避热血啊 励志啊 和温情啊 但事实上在我拍纪录片的那个世界观里面 我对那样的东西比较没有感同身受的感受 就是我对于热血啊 励志啊 这样的东西 那不是我太关心的事情 我比较关心的 会是一个平凡人 普通人 然后他甚至没有特定的位阶 特定的很明显的表征 的一个平凡的人的平凡生活状态 然后为什么会想要拍这个 因为我后来发现 每一个平凡人不管你是谁 就算大家的生命背景不同 然后状态不同 但是终究你没有同质的地方 所以比如说以主唱人来讲 我一开始其实只是对一个 利夫这个孩子很感兴趣 因为他非常非常专注 我对于人可以非常专注在做一件事情 感觉到着迷 然后慢慢的又开始转向成 父亲要去陪伴这一个孩子 他有他的豁达洒脱 但是他也有他的不豁达不洒脱 那我开始觉得这也跟我一样 每个人都有豁达洒脱 跟不豁达不洒脱的时候 然后但是他慢慢变老 儿子慢慢长大 然后他们得要在同一个屋檐下 在某一种情绪的张力下面生活 这个也跟很多很多家庭 很多很多人一样 每天在碰触这些 并不容易摆脱 或者并不容易解决的困扰 或者压力 所以我觉得他是那个同质性还蛮高的 和一般人同质性蛮高的 所以我后来大概就是开始对这种 一般人的琐碎生活 而从这个琐碎生活里面 其实可以看到人的共通性 我对这个东西开始觉得着迷 所以就开始都是在拍 很平凡的一些琐碎的生命这样 对 然后所以因为这个立场 因为看到平凡的琐碎生命 人在平常的生活中 其实并不具备 所以大部分我们常常会说 人要怎么 要很正向 要很积极 要能够解决什么 人生问题 要对土地有贡献 啪啪啪 讲一大声 但是百分之九十的时候 我们光面对自己生活的处境 然后就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学习 非常非常多的困难 非常非常多的不容易 或者非常非常多的获得 所以我后来比较喜欢看琐碎的平凡人 应该说平凡人的琐碎 然后从这个琐碎里面 我觉得可以看到更多生命 比较普遍的样子 所以就会比较没有再去特别注意 那种热血励志或者温情主义式的东西 因为那不是我看待世界的方法 这个倒是我这一两年有点转变 就是我这一两年 像我现在正刚写完 正在写第六高的一个剧情片的脚本 然后也就然后顺利的话 应该是明年初会开拍 然后这个脚本目前看过的每一个人 都有一点点觉得心头很揪啊 很揪心 然后觉得很又痛又爱吧 对 然后他们常常最直接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 他其实是我原本要拍纪录片的一个题材 对 但是为什么他最后会变成剧情片 在某个程度上我会觉得 我不想让那个纪录片的这个真实人物 因为这个物片拍了之后 然后承受他这辈子接下来更多的 更多的被关心啊被关注啊 所以有一些题材我觉得在伦理上面 其实是不太适合直接拍纪录片 然后就拍 然后就直接把它拍出来 因为这个人可能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他要面对很多很多事情 然后尤其当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好启齿的 然后不容易被外界理解的 容易被误解的 那种我现在就会觉得 应该要把它移去拍成剧情片 对 所以我慢慢体会到这件事情 就是剧情片在本质上面 要是一个好的剧情片 它必须还是来自于一个角色的由来嘛 那这个角色由来 我觉得常常就是纪录片做的田野的历程中 什么东西在吸引你 到底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他在接受什么样的课题 这个东西吸引你了之后 他就是一个角色 对那这个角色适合在纪录片里面出现 那我会尽量让他在纪录片里面出现 如果这个角色他 基于总统考量 我觉得他不适合在纪录片出现 我就会在剧影片出现 但是很奇妙 比如说当我在写剧情片的脚本的时候 我还是忍不住在其中某一些关键的时刻 为了呼应我在整个田野调查过程中 或者理解过程中感受到的一些元素 因此我还是加入了一些不是脚本写确定的东西 而是会去拍一些记录的东西进来 然后也就代表说现在写的这个剧情片脚本 它的来由来自于纪录片的田野调查 跟原本要拍摄的题材 但是它被改编成剧情片之后 当然有一个比较紧透的一个结构啊 然后比较能够说故事的一个结构 但这个结构本身里面的某一些影像形式 我就还是想要借用纪录片的那种 无可比拟的那种瞬间的时间感 那个无法再重现的时间感的那个气质 所以它会影响我的剧情片 同样的我拍纪录片的时候 我常常其实都会脑海中会长出 这一个角色如果在我面前发生 然后它吸引着我 然后开始拍摄 我常常也会想 那我拍着拍着拍着的时候 这个影像是什么 这个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节 然后这个情节组织起来 会描述这个角色的什么样的核心的特质 而影响了这部纪录片在讲什么主题 所以有些时候我甚至在拍摄现场 有些时候也会跑出这样 比如说现场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实发生 但是我会有一种戏剧氛围 我只有戏剧氛围说 这一场我就只想用一颗很远的镜头好好的看 其他我都不想再拍了 或者说我就只想用很特写的镜头看一个行为 然后我觉得看到这个行为 或看到这个眼神 或看到这个动态本身 其实什么都不用讲 已经传递了一些讯息 对 这都比较牵扯到电影语言上面 比较那种你的一种直觉上的投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直觉是怎么被训练来的 也可能是我受电影训练的关系 对剧情片训练的关系 所以他们两个我觉得是互相影响着 但是有一个最大差别是 纪录片对我来讲是最自由的一种创作媒材 对 就是它其实是没有一个任何规定 跨越时间 跨越空间 甚至它可以跨越某一种 你设定的某一种影片的质地吧 对 对所以它可以很实验 它也可以去加入很多元素 它甚至可以虚构 它可以拟真 它可以极端真实 它可以被剪接之后 从真实变成另外一种真实 对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 它是从各个象限里面 都几乎可以创造出一种 创作出一个创作影像的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媒材 我觉得比剧情片还自由 比实验电影还自由 然后原音乐实验电影 你并不一定需要跟真实人物的生命交战 对 但是那一个 是来自于跟真实生命的交战 但是因为你有很多艺术的形式跟手段 可以来让这个交战产生一个不是那么直白的历程 对 对 这个是我觉得纪录片非常非常有趣的 对 所以我永远在想纪录片的时候都是在想 第一个是为什么要拍这个 然后所以我会拍到什么内容 不会拍到什么内容 我想要往什么内容看 那我如何去拍到它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艺术手段是什么了 对 它的艺术手段它得要下决定的 那常常在艺术手段这一块的时候 我常常那个剧情片的训练就会跑出来 对 对 OK 这是一个非常 有一部分就是它已经发生过 所以蛮好回答的 但有另外一部分它并不是太好回答 我常常在拍纪录片的心情上面 是会随时可以不拍的 就是我拍不管拍多少拍多久拍每集有多少素材 但是如果我的被设者今天告诉我 我不想让你拍了 然后或者说我感觉到他很介意我再拍他 或者他觉得最后剪出来的结果 他没有办法接受 等等的原因就是它是随时可以 这部片是可以消失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这个纪录片的基础就是来自于别人的真实生命 对 那别人的真实生命今天被延伸成一个影像媒材的时候 它有百分之百的权力决定 他这个人的生命要不要展露给他人看 对 这个是我觉得我的一个底线 对 然后我比较不会在伦理上 我有些时候会不会守得很死的原因 并不是伦理是来自于道德感 对 我觉得是来自于道德感 或者某一种高尚而正确的情操 对 但是我会更相信的应该说 我对道德感或高尚正确的情操 我也是很尊重 但是我更相信的是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 有一种你们两个可以理解的关系 然后这两个理解的关系不见得是这种很要好 它也可以是很紧张 它也可以是很不安 那是两者之间的关系 然后两者之间的互相理解 会从影像里面看得出来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在《竹长人》的这个例子上来讲的话 就是我跟利夫和利夫爸家人的情感都还不错 对 会说情感不错就是因为还蛮常见面的嘛 然后蛮常见面了之后 他也会不介意我去他家 然后一起吃饭 然后一起跑过一个周末午后 不太介意 然后慢慢的他也蛮习惯我的出现是一个他可以抒发这几天心情的一个对象啊 然后可以聊天啊 但我后来到一直到剪片剪完了 我才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我没搞 我在前面我没有先弄好 没有先说清楚 就是可能我没有跟利夫爸说我要拍什么 那利夫爸自然也没有办法联想这部片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然后所以他其实在蛮长一段时间里面 我相信他会用他既有的经验来思考就是我的孩子是一个自闭症者 然后他很喜欢专注的做一件事 然后这个团队也蛮常来拍他在那个创作的啊 然后他出去去那个玩耍的时候也就跟他去玩啊 然后有些时候拍到我 所以他自然会有一种想像 说不定以他过去的经验 这部片照理来讲是在讲一个父亲的慈爱 与一个自闭症儿子的天分 他应该是一直朝这个方向向 但是我是中间因为没有 我从来不会去跟他聊 这部片最后长什么样子 我只是在过日子而已 所以当第一次剪完我请他来看的时候 他是非常放松的 非常放松喜悦的 对 然后后来我就把他放到那个公司的剪接室里面请他看 哇 那个 因为我听得到声音嘛 然后我知道已经演完了 然后他就一直没有出来 一直很久都没有出来 我就有点紧张 我想说哎 怎么了 我就打开剪接室的门 然后就看他坐在那个电脑前 对 然后就满眼通红 对啊 就是有点激动 有点激动 然后他就看我 然后我觉得那个眼神 那个感受 那个讲的话 那个比较接近 就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表情 然后也不是生气 我觉得那个夹杂了一点那种悲伤 然后也夹杂了一种今天被赤裸的观看 的害羞 然后或者想也会有一点点 和自己的想象落差 有落差的时候的一种 一种困惑 对 会有一个复杂的 的情绪 然后后来那一天我跟他 后来就聊了蛮久 然后我就很诚实的跟他说 其实这部片剪了好多历程 对 然后我最后决定这样子做 是因为 我觉得我可以就拍摄素材 我可以轻易的剪成 就是一个很慈爱的父亲 如何的一个support自己的孩子 我也可以很轻易的把利福的创作天分 或者他的故着行为 把他美化成为一种艺术家 就是我其实可以轻而易举 往那个方向走 对 但是我跟他说 我在你旁边这么多年 这样子看着 其实我感觉到的就是 你都在逞强 对 然后我觉得逞强 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生命中每一个人 哪一个家庭没有人不逞强 每一个身上背着那种你无可逃避的人生 无可推卸的情感责任 无可抗拒的巨变的每一个人 谁不是在生命中拼命的逞强 然后拼命的继续做下去 然后明明知道可能做了也没有什么用 可能是徒劳无功 但是你就是会去做 那我觉得那是什么 我觉得那就是生命里面 你在面对徒劳无功的事情的时候 你还是会去做 那就是一种很本质的爱 只是这个爱并不愉快 这爱并不一定舒服 对 这个爱并不一定让人觉得非常的平心静气 但你会去做 那就是爱 就像任何家庭有一个 比如说我家的老人那种 比如说住在医院里面 然后插管好几年 然后你难道没有想 有一天真想结束这一切吗 当然会想 但是你还是该做什么你就去做 那你觉得 那这是 你当然也可以不管 你可以丢到某个机构都不要管 问题是大部分人永远在选择 该选择这样子还是那样子做 每一个人都在挣扎 那人为什么会挣扎 就算有一个情感在那边拉扯 那我觉得那就是爱 然后这是我跟他讲的第一件 第一件我为什么这样做的理由 那我跟他讲第二件我为什么这样做的理由就是 因为我之前花了四年拍《遥远星球的孩子》 是另外一个系列的自闭症的专题 然后他比较接近普及科学或者教育的东西 然后我有一点点厌倦了 就是大家其实都是知道一些知识 大家也都想要有一个同情心 我们要去同情这些孩子 我们要去同情这些家庭 问题我感觉到的同情根本不重要 同情一点都不值钱 对我来讲 这是我觉得你能同理他们比较重要 那同理是什么 同理就是我今天带这个孩子就是很累 我今天带这个孩子就是有可能在 我还不够彼此还不够熟悉 不够熟悉彼此的节奏时候 有可能会出状态的 但是我就是要做 我就是得做 那个是很辛苦的 对所以应该是要用这部片让大家去同理 同理这个困难 而不是去同情这一个困难 对所以我大概就把这样的立场跟他讲 然后他其实毕竟还是累积久了有情感 他说他一时半刻并不一定听得懂 对但是他再看一次这样 对 再看一次这次他就比较快就出来 然后就说那不然喝一杯酒好了 对那我觉得某个程度上大概就是他 他接受了我这个说法 那我觉得他接受的说法并不是我的辞令 而是他大概知道这一阵子以来 那个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我们在想什么 大概知道 其实即使到上片前一天他还跟我讲说 可不可以不要上 我说选择在你 对但我想听听看那个你的想法 后来我又再跟他聊了一个晚上 那继续 所以我个人并不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 超越我跟被设者之外的价值观来检查 不管是伦理啦道德啦 我不太习惯用我们两个之间懂的 那个世界来检查 就比如说拍幸福定格 我是跟我这些被设者之间有关系 对我拍任何人都是跟我这些被设者之间有关系 对那只要是我跟被设者之间产生一种 那种透过拍摄型产生这种互相理解互相认同 它就是结果了 那如果没有办法最后产生共识或认同 那么这部片就将消失 对这个大概就是我一直对那个紀錄片所谓的伦理啦 这一部分的这种概念 对那所以有的片子它其实并没有得到被设者的影韵 比如说被设者死了 根本没有什么影印不影印的问题 这个对我来讲就很冒犯了 这个对我来讲就非常的冒犯 对 这个还蛮务实的一个选择 我只要务实选择就是说 它其实是经过几次的尝试啦 对就是我记得这个结尾 结尾的影像一直是长那样子 从那个大概剪到第三版第四版 开始的结尾就是这个了 对 然后 好 一开始大概前几版都是一样 就是两个人默默的在走 然后也没有多加任何的声音 也没有加任何就是现场的环境音 好 然后我觉得那样子看下来 这整部片就会有一种 就是一种情调 或者前教是一种 有点无奈 对 但是他们会继续走下去的 的一种 你也不会说是一种中心的祝福 或者是一种完全的参与 就是会有一种很大的这种 无奈的 无奈的看着人世间种种的 距离这样子走过去 那时候我就有点点不太确定 我就觉得 我自己在真实在想要讲的东西 应该是要比这个再多一点 应该不是在讲人生的无奈 应该不是在讲人生的 就是无法逃脱 好像不是在讲这件事 所以后来我又尝试尝试 后来就找到一次 那阵子我就一直在反复从素材的声音里面听 我还想说有没有什么可能性可以更趋近我的想象 但是我想象是什么 我并不全然知道 就是要靠过尝试的那个议程 这样 后来有一次我找到利夫爸在 有一次跟我喝酒 喝喝喝酒的时候 他说 其实可战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首歌吗 我喝什么歌 他说 我最喜欢潘岳云的《最爱》 我说是哦 他就开始唱了起来 对 用浅浅小手让你活着 就让此生此生这段情 反正就是喝醉酒的男性 然后那种唱起来 然后我觉得他唱那首歌的时候好深情哦 然后我觉得我突然想到 如果今天这首情歌的那个概念 移植到他对孩子的那个情感上 那会不会也是一种结尾的可能呢 对 所以我就试着把那一段他酒后唱歌的那一段 剪到结尾的那个 两个人默默往前走的画面 哇 天哪 当下我一看第一次我就哭了 我就太感人了 对啊 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你有好多好多话 没有办法对这个孩子说 言语沟通上面不一定那么容易 你心里面讲的是一个 你是如此爱他 然后你是如此对他的 就是 就这一辈子就只为他了 我觉得天哪 太贴切了 然后 好感人哦 我都哭了我 对 然后 但是奇怪 我就是 就那一天之后 就过几天 我觉得不太安 因为原本已经决定就这样做了 对 但是我后来觉得 哎 我突然感觉到 这个东西反而又把一个父亲的爱扁平化了 就当你把一个情感描述的非常的确定的时候 他其实是扁平的这个父亲本身他的特质 他特质 他当然爱他孩子 他也当然会有那种那种抗拒 他当然也会有 他有很多很多很复杂的面向 在面对我这个独立个体之外 有一个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是如此的特别 是一个复杂的 所以我又觉得继续找一句 然后我就再找到了一个 就是有一次那个 利夫跟利夫爸之间有点冲突之后 他跟我喝酒嘛 然后我们在那边聊天 然后那天我有拍 那段我一直 其实有包含很多那种比较冲突的画面啊 比较尖锐的画面 我其实大部分都不用 对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进了那种东西 然后就看到了 然后就看到那一场 我这边 然后因为那个很黑嘛 那是在我只有房间开一盏小灯 然后这边拍他的一个很大的脸 然后就默默一个在喝酒 然后就讲了 我一直难难自语的讲了很多很多话 然后我突然就觉得 哇 那一天那一张脸真的是 你要不是爱你怎么会这么痛 然后你要不是很多的忍让 然后那怎么称之上爱 你要不是要很想要心底有一种事情你想做 但是你现实生活中你知道你不能做 那不就是爱嘛 对那些种种种种 那就是一个爱的复杂 然后我就听听听听听听 然后听到他讲的那一段这样 我想说那就试试看吧 因为我觉得那一段其实最符合 我不晓得符不符合 我只是那时候听他讲话的那个内容 觉得那个复杂的爱 大概就只有生在这样的家庭中能够体会万千 然后我们虽然不在那样的家庭中 但是我们只要假想到我们生命中各式各样的和我们有关联的人 大概也都可以体会那种心情 我就试着把那一段剪过去 那剪完那一天我就跟简一师说好就这样 对就是这样了 对因为我觉得他终于比较符合我对那个 我观察这个角色 他最后我对他的观察 但的确简介师也问我一个问题 但是怎么突然那个距离感这样子跳开 这样是好的吗 对 然后我就多看了一遍两遍 然后我觉得 我不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形式 对 但是我觉得他对于这整部片要表达的 跟我观察到的这个角色 我想要传递给这个世界的 是最贴近的 所以我刚刚之前讲说 基督片某个程度上对我来讲 他还是有自由的那个成分 就是我知道他在电影形式上 不一定是最好的形式 然后他在很多的伦理上 或什么他是一个很冒犯的 或者越界的 对但是他的确是最忠诚的传递 我想要透过他们的人生故事 告诉这个世界的 对所以我就这样还是做了这样的尝试 对 对所以我对电影的形式或纪录片的形式没有 我后来后来慢慢觉得我没有特别的那个距离感 或者说那个距离感其实会随着你不同的对象 跟不同的题材会自由的 他是会转变的 有些时候你甚至可以很越界都没有关系 就是他其实没有一定的道理 对 所以我刚才最一开始就说 我有些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可能都一直在学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好的问题 对因为在早期我并不知道有没有 对 早期刚开始创作的时候 其实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 有些时候是跟着别人的感知一起感知 大家觉得什么重要 那就很重要 大家觉得什么意识很重要 就很重要 比如说你说环保很重要 对啊我也知道环保很重要 但是你真的在乎吗 我还好 对 或者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什么东西 真的是最像是个潮流一样 然后所以要去拍这个 但你真的在乎吗 还好 但是我觉得创作早期 会经历一阵子这种探索吧 就是这个题目是我在乎的吗 这个题目我在乎吗 这个题目我在乎 它长什么样子等等 然后但是你问的包含晋升三角 或者那个竹朝阳或者幸福定格 它其实这样子想一想 真有趣 它这三部都是一直在推翻的一个历程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三部片都一样 前面都有一个原本的主题 都和后面最后呈现出来的时候 是几乎是相反的或者相译的 也就代表在某个程度上 常常用理性或者用做功课 或者用研究来决定的题目 并不一定是你直觉上 你最在乎的题目 像晋升三角那时候是完全推翻了前面的 原本我是剪了一个四五十分钟的一个那种 那种有历史的层面 有知识的层面 然后有人的情感 有访问等等层面的一部片 在最后一刻就全部推翻掉 全部推翻了 变成以物为主 然后以把人的掠夺 人的掠夺或者人的蛮横 人类对于自然里面 他蛮横的这种可以左右一切 可以定义一切的这个概念 变成了一个像百科全书式的一种字卡表现等等 它就变成那个样子 在最后一刻我突然觉得 那才是我真心感觉到的 然后不是我的知识感觉到的 不是我的技术感觉到的 是我真心感觉到的 主场也是一样 就是一开始可能拍的是一个父亲的爱 然后孩子的天分 然后我在塑造一个值得 某程度上有一点矫情的说 就是我在歌颂一个伟大的边缘的爱 然后他是如何的被重视这样 珍贵 但最后变成了一个父亲无可逃脱 命运下那个困难的爱 然后幸福定格更是 幸福定格原本是在讲 婚纱的产业的纪录片 然后在看很多对华人社会里面的小夫妻 然后为了一个婚纱照的努力 然后创造了一个永远再也不会去用他的一个幸福的假象 或者一个幸福的定格这样 但也是在最后几年突然开始推翻 然后开始变成直接和已婚的夫妻们做谈话 然后看他们谈话 为主听 所以我后来发现在我越在乎的题目上面 大概都会经历几个波折 就是一开始都有一种 好像是一种被框架下或者被教育了 或者被理性研究 然后有一个你觉得事情这样做会成的一种 一个做法 那真的开始做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永远没有办法不诚实的面对自己 因为你没有办法说结束了 当你就是没有办法说这部片已经剪完结束了 就代表一定还有东西 你更在乎的东西你还没开始拍 对那我觉得像《健身三角逐船》跟幸福定格都是 对所以那得要回问自己 那你到底为什么有一个东西是在乎了 应该说赶快交片结束了就好啦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在乎 我后来觉得我这一两年在写剧情片的题目的时候 我开始慢慢发现 还有我新的基础片的题目的时候 我后来发现我的母题其实好单纯啊 就是我常常以前会听到有 一些伟大的电影导演或什么在收访 就讲到那种终极关注这件事情 每一个就变成都有一个它的终极关心 我并不是一下子就知道了 但是慢慢随着你比如说你描写一个角色 很容易就会往那个方向写 然后你去看在一个 那都是一个世界观跟价值观 我后来发现我就是对于人是活着的处境 然后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活着 然后他活不活得下来 他为什么要活下来 他活下来就是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跟世界观活下来 就是人如何好好的活着 然后人我对这个问题非常非常感兴趣 就是任何一个人究竟要怎么好好的活着 对这件事情我其实是由衷的在乎跟感兴趣 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如果真要问的话 可能有点你还是会回问自己 为什么你对这个题目会感兴趣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去问那种大环境的问题 大世界的问题 你问的是一个好小我的一个人 到底要怎么活下去 对 我觉得后来想想大概就是跟自己的生命经验 比较直接相关了 对也就代表 这可能是我自己从出生到现在 最常面对的处境吧 然后最常面对的一种心态 所以它慢慢就会变成我关心的事情 然后也就代表说我去关心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是很自然的 我不用假装 我不用去运用技巧 我是很自然的 我就觉得活着就是很困难 就像婚姻里面很困难 就像婚姻里面很困难 然后家里有特殊的情感牵绊很困难 然后等等等等 或者你遇到了人生重大的改变 但是你得要假装没有事 好好的保护好什么东西很困难 人随时都可以放弃的 但是人为什么不放弃 就是你明明知道不放弃很累 然后可能再怎么努力也没什么太大差别 但是为什么要 就是因为在那个历程中 你是感觉到原来生命是这样告诉我 爱是什么啊 生命是这样告诉我 人生是这个意思啊等等 所以如果问我母题的话 我觉得是人到底要怎么好好的活着 对 这个大概一直都是我 我会专心的问的吧 对 我完全不知道这算 完全不知道这算不算母题 通常母题不是要讲些很漂亮的 漂亮话 对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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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